咏春拳近身快打 善于抢中线 双手虚虚实实 好像拳击里左右换架 所以弱点就出来了 一 远距离中距离比较薄弱 因为它的步伐是偏重稳定性 不灵活 这点李小龙也提到过 人家不过来 你过去太慢 人家跑了你就打不到 二 远距离主要用腿法 但是用腿其实消耗体力很大 拳法多数要求手中 不适合大开大合打法 如果你和拳击散打的打 明显中远距离不合适 拳击刺拳控制距离 一套组合拳 你摊手出拳可不行 散打估计会连续低扫腿 或者高边腿 所以关键在于你能近身吗 三 没有地面技术 所以一旦躺地上就麻烦了 T S 有些朋友认为 电影里边腿可以用手肘防护 那你就死定了 下盘用下盘隔挡或者消打 用手臂分分钟踢断 你踢你也能 因为骨骼强度和肌肉力量决定的 我请你帮助 你帮助